北洋台會由鄉長黃真凱來主持班長 現場來賓包括嘉義館館長 王張良 議員 六甲鄉鄉民代表 六甲鄉農會總幹事 理事長 村長 社区理事長 各機關代表以及莫煥父親 還有好人好事代表加速 頂頂代遊戲四百人到中間 今天很高興 六甲鄉基盤一百十三年多 模範父親表揚季好人好事代表 今天六甲鄉二十五川 所有的爸爸來接受表揚 帶爸爸大家辛苦了 因為我說的 爸爸平常是 為家庭努力付出 無怨無悔 來照顧我們家庭經濟支柱 說實在 爸爸這支大條是無間不吹的 像這樣 生不可測的大海 也是我們在家庭市長 心中的一支燈塔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永遠都會回家 想到爸爸這支燈塔 所以爸爸對我們在家庭市長的關愛 照顧 都是這樣無怨無悔 所以照顧今天我們的父親節 重要的日子 跟爸爸說一聲 父親節快樂 再來 好人好事代表 平常是在社區 或是在我們國民 都熱心公益 古道熱場 來把地方搭三天搭協助 有時候社區基盤的老人食堂 都出錢出來 把地方搭三天 希望照顧他們的精神 可以拋磚引玉 還有更多人 可以這樣來為我們地方 為我們社區 來付出 來努力 8月8號就是父親節 今年我們六下公所 跟以往一樣 都會在父親節前的周末 特別舉辦這個父親節 以及好人好事的一個表揚大會 今天我們可以看出我們整個六角公所 我們黃正凱 鄉長跟所有公所同仁 很用心 舉辦了這個表揚大會 可以說非常的溫馨 而且現場的氣氛也非常的熱絡 所以我們在這裡 是藉由這樣的一個典禮的機會 祝我們全天下的爸爸 父親節快樂 用張黃正凱的標誌 讓有所謂為人家祝日才要進行 並且就要關心北部 並且有型就要賠賠他們 因為祝日有的關心叫賠賠 就是讓北部最多的安慰 也希望大家有在這裡的時候 可以得到關心 並且幫助身邊一些生活困苦 也有需要幫助的人 讓大家的共享 先讓快樂的生活 我謝忻新聞中以前 落下鄉彩虹不得 欸 黃媽媽 這間公司有在人嗎? 對啊 那以前你在哪裡? 我以前在客廳 我當時 客廳 就是在煮 煮一煮的時候 不快撐火 我當時在客廳 那當時的時候 我都在客廳 這裡怎麼像廚房的事 警報器的事 警報器的事 然後我來看 好 整個鍋子都會火 所以警報器就喜歡 三五名設計的住行器 住行器 對 這時候會這樣 是不是 所以它有發送作用 有 有 有 我們要感謝館長 你有這個政策 幫我們補助 像我們現在的消防局 大概每一戶都有發這個住行器 這個住行器最大的作用 是讓你第一時間馬上可以處理 不至於造成更大的災難 好 如果你有含裝的問題 檢測的問題 或者說關廚才不怕不怕 那實際上你都可以下去 我們消防局 都是當地的消防隊 都為了為你做最好的 好 這個是一個新的住行器 我們現在重新再裝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重新把它 裝回去廚房上面好不好 我們把它裝上去好不好 好嘞 我們裝好了以後 再測試一下 有排氣多了 No.1 再測試一下 好 是不是 脖火災散最好的東西 好 需要裝好不好 保護一家的安全